难得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人想投资AI 这个赛道 AI挖矿赛道 资产比方说有一千万美金以上的 或者你管理的资本在一亿美金以上的 要投资进入AI算力这块的 可以联系我 就是因为它是风险投资 大家不要没这个实力的 不要联系我 不要骚扰我 就是说这里面能博出来的企业 对你看英伟达现在是万亿规模 而这些公司可能才一两亿的规模 是吧 这不是那到百亿 也就一百倍的嘛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面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同志们 想象一下这里面的投资机会 我们当然要冒风险 如果不是 如果自己的钱 不要请不要在这里冒风险 如果是这个就是基金的钱 就是来冒风险的钱 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如果你们有任何做风险投资的 你们可以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就是即将颠覆英伟达 这种GPU的 ASIC的矿机即将问世 而且要大规模流片 那这里面机会 第一个可以投资股权 第二可以投资直接买矿机 预定矿机 因为流片流多少决定于大家要订多少货 订出来的算力 就是算力中心 大家基本上币圈的挖矿公司 都在做AIA的算力中心 然后再把算力出租出去 去如今化算力平台 有很多不计其数 大家每家都缺算力 大家在这一点上 可以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 我告诉你们的是 如果订不到英伟达的机器 不要订了 因为马上到明年 5月份 这个片就流下去了 规模化量产 到8、9月份 明年的8、9月份就出来了 那那个时候 你想想 谁还去买 花那么高的价钱 去买英伟达的机器呢 为什么不买这个 10倍算力的AC矿机呢 挖的更久 挖的更长 而且 没必要搞通用模型 因为所有的现在的AI 现在都在大模型上面 做端对端 对吧 已经明确了 都是大模型了 8、90%的 都是大模型了 基本上明确做大模型的运算了 其他的都不用算了 是吧 所以 今天就跟你们聊到这 我就说 明白一点 各种风险投资机构 有这个 有投AI ASIC 这个赛道的 芯片这个赛道的 我们可以联系 我们可以聊一聊 这是我老本 我通过 我就说 我通过比特币挖矿 知道了 AI挖矿 现在很早期 现在ASIC 即将出来颠覆GPU 也是很早期 依然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这个值得冒一冒 同志们 拜拜 再见